各位網友 大家好 我是呂志華 美東時間3月25日 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了他上任以來首次記者會 今次的記者會是美國歷任總統以來 是最遲才開的 他在會中講了很多有關中美的事情 以及美國如何看中國 以及美國未來幾年如何處理有關中國的問題 為何拜登這麼久才舉行首次記者會 我猜是因為就美中問題 他必須要很詳細地考慮清楚 如何制定未來四年中美兩國關係的發展路向 今次在記者會中 他就發放了很多很重要的有關中美雙方未來發展的訊息 好了 本片將會就他今次的記者會中所講的東西 跟大家詳細分析和討論 在我未答答題之前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免費的呂志華聲音雜誌頻道 以及按鈴鐺給我一個like 以及將這條片廣傳出去 多謝各位 好了 拜登終於就 中美未來四年的發展路向 以及他如何看中國這個問題 發表了他很詳盡的談話 令全世界都很清晰 究竟拜登 他心裏面 什麼狐露 賣什麼藥 未來他處理 有關中國問題方面 他的手法是怎樣 以及他如何看中國 今次他在這場記者會中 都很清楚地跟大家說了 想起談話的內容 其實我們可以歸納為 以下的幾點 第一點 他就很清晰地跟大家說 他在在任這幾年 將會 阻止中國發展成為全世界 最強大的國家 他是不想 以及 盡一切能力 令中國是不可以超越美國 想起第二點 他也很清晰跟大家說了 其實美國 不是針對中國 不是對抗中國 他們想著跟中國進行激烈競爭 以及他們認為中國不遵守國際規矩 所以 他就要求中國 必須要 遵守國際規則 跟美國公平競爭 會有強硬的競爭 但會願意中國在國際規矩 正確的競爭 正確的行為 正確的行為 他們有全球的目標 成為世界的領導 最貴重的國家 和世界最強烈的國家 正確的行為 這不是 我看著 因為美國會繼續增長 和延長 至於第三點,我相信美國和中國關係這麼差,也是這一點最重要的一點 他就說專制是中國未來發展的路向 所以他就說現在是西方民主自由體系和中國 又或者是中俄所認同的專制體制兩條不同路線的鬥爭 我會花了更多時間和習近平比任何世界領導人 他沒有一個Democratic的小D在身體上 但他是一個聰明的人 他是一個人類似布典 他認為自己的獨立是未來的 而民主可以在未來的世界上活動 換言之,美國現在處處針對中國 根本就是意識形態之爭 他是想告訴全世界 根本美國那套自由民主體系是全世界最好的 是教現在中國所實行的專制制度更加好的 好了,我們現在逐點來看 先說第一點 拜登就說在他任內 將會力阻中國發展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是不准許中國超越美國 這點來講,你就可以看到西方人 他們的骨子女 我也想用骨子女這個名詞 因為他多次說 他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骨子女是沒有民主的 其實西方國家那些政客 又或者拜登 他的骨子女一直想洪霸全球 他們一直想全世界所有國家 都對他們苦手清神 聽他們的話 對他們為命是從 拜登在今次的記者會裡面就這樣說 他說中國有一個總目標 就是想成為世界領先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 而他在任內的目標和任內的工作 就是想打壓中國 讓中國永遠都不可以超越美國 幸好拜登現在都七十幾歲 他任內多的就四年 少的分分鐘四年都不到 如果他任內中國不可以超越美國 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那都是說一兩年的事 一兩年之後 可能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為了打壓中國 為了令中國不可以富強 所以現在美國用盡種種方法 包括聯同西方盟友 大家項駭一氣 狼狽為家 不惜用過往對待第三世界國家的手段 去對付中國 究竟這個做法會不會成功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近期中國方面的態度表現十分強硬 美國過去所做的手法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 來來去去都是用一些骯髒手段 用一些莫須有的罪名 然後幫你扣帽子 聯同世界所有經濟實力比較強的國家 或者企業 聯手地打壓中國 但是近期大家可以看到 中國方面毫不留情地 將他們的謊言一一刀破 一一刀爆 我相信最後都會受到全世界人民所退棄 從這一點來看 我們可以預期 未來四年中美之間 無論是地緣政治方面 或是經濟貿易方面 雙方的磨擦將會十分強烈 中美的貿易戰爭將會是沒完沒了 至於第二點 拜登就說 美國不是想對抗中國 只不過希望大家有公平的競爭 從這一點來看 大家可以猜到 未來四年 就算中美之間的磨擦 如何劇烈都好 雙方應該是不會有 那些武力衝突的事件發生 因為拜登口口聲聲說過很多次 他是不想對抗中國 他不是對抗中國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第一他是避免雙方誤判形勢 而出現擦槍走火的情況 所以我相信 未來幾年 在南海海域 又或者在其他地方 出現了中美武力軍事衝突 機會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為什麼拜登這樣說 其實拜登也是擔心 中國真的會使用武力 例如修復台灣 又或者使用武力 在南海有爭議的賭招問題方面 去解決這些問題 我也說過 假如真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美國是絕對不會以武力 或者以軍事加入的 拜登要求中國要遵守國際規則 達戰公平競爭 其實這句話真的可以說 現在一直以來 究竟哪個國家不遵守世界規則 例如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但美國單方面大幅增加中國的關稅 利用關稅去脅迫中國購買多些美國貨 達至中美貿易平衡 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指責中國 強迫新疆人民 要他們強迫勞動摘棉花 根本是誰強迫誰 大家一看就清楚知道 只不過美國方面 他不遵守國際規則 他們用很多自以為很聰明的手法 例如加以很多莫須有的罪名 靠在你的身上 然後他們就可以大條道理去制裁你 又或者進行一些不公平的競爭行為 所以拜登在今場記者會中所說的這一點 其實只不過是為他未來所做種種的醜行 現在就預先披著一件很美麗的衣裳 為他將來的醜行遮掩 好了 講到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拜登在談話中 他又再一次再說 他就說習近平骨子裡沒有一些民主 而且現在來說 就是兩種不同的政治體系的鬥爭 其中一種就是西方國家所信奉的 他們所謂的自由民主制度 而另一種就是拜登所說的 就是專制制度 無可否認 中國現在所行的一套政治制度 真是專制的 但是不是所有東西都是專制 只不過在這個治理國家的人才方面 他們所行的一套和西方國家是不同的 他們不是靠民主選舉出來的 我們所行的是精英統治 其實精英統治過去來講一直都有的 還有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就例如新加坡在李剛耀的時代 根本一直都是精英統治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新加坡在言論自由方面沒有的 思想自由方面也沒有的 但是經濟是完全開放自由 大家可以看到 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相當蓬勃 以及社會也是國泰民安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奉行專制的精英統治 好了 今天來講 其實都不是今天 在鄧小平當時來講 都講過的 在國內 經濟是自由開放 但是 在這個管治方面 中國共產黨還是 握緊管理權 管治權 其實大陸政府為什麼要這樣做 大家可以看到 在14億人口的國家 尤其是中國裡面 我較早前都講過 有很多那些是漢奸的 如果你在這方面一開放了 我就很肯定 社會一定出現動亂 社會就會有很多紛爭 內耗不絕 其他的地方不要說 我們先看看台灣和香港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香港是嘗試實施 西方那套民主自由的體制 但是 過去一直來講 大家都可以看到 香港社會內耗不絕 香港的經濟發展 比以前英國殖民時代 慢了很多 為什麼呢 根本英國殖民時代 沒有給過香港人任何民主 但是香港當時的經濟發展 可以說相當蓬勃 創造了世界的經濟神話 但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香港的經濟發展 一直被其他國家 被其他地區迎頭趕上 台灣更加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民進黨上場之後 他們是不顧民生 不理會民生 一切都以政治掛稅 一切都與政治掛勾 同樣來講 亦都是內耗不絕 所以台灣的經濟 大家可以看到 這十幾年 一直都可以說是 處於一個半生不死的狀態 所以如果要一個國家 迅速發展 精英管治 在目前來講 似乎是教西方那套 所謂民主自由更加好 大家從今次如何處理新冠疫情的手法 和成效 已經可以看到 大陸方面 一發生了新冠疫情 短短兩三個月 已經完全將疫情控制了 還有現在更加 可以經濟方面迅速復甦 但是你可以看看美國方面 或者歐洲所有國家 搞了差不多兩年 都搞不到什麼出樣 甚至香港也是 所以我相信現在 世界上有很多國家開始懷疑 究竟美國那套 自由民主的制度 是否最好管治國家的一套制度 我相信拜登也是擔心 而且他也看到 似乎西方那套自由民主體系 是不及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體系 發展這麼理想 和發展這麼神速 所以拜登就說 他要證明他們現在所奉行的那套自由民主體系 是會教現在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好 也是因為這個意識形態之爭 我相信在未來四年 在拜登的任期之內 中美之間 將會出現不同層次的劇烈競爭 不同範疇的激烈競爭 我只不過希望 雙方的競爭是君子之爭 美國就不要用這麼多不光彩的手段 去針對中國 大家公平正爭 我相信中國人 每一個中國人都不會懼怕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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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各位